二战著名女间谍 二战著名女间谍 二战小便自立自强 十六岁成为一名护士 二十岁时完成大学学业 只身一人来到欧洲 成为一名自由记者 在欧洲 南希维克曾采访过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 也曾亲眼目睹德国纳粹残酷折磨犹太人 对德国纳粹反感至极 最终走上反法西斯之路 一九三九年 二十七岁的南希维克语法 国富商亨利费奥家 成了法国上流社会的富太太 她结婚仅六月 德国纳粹的炮火 便打破了南希维克平静的生活 南希维克怀着满腔怒火 加入反法西斯阵阴 南希维克虽是一介女流 却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无法扛枪与德国纳粹正面对抗 便借着自己富商太太的身份 展开地下活动 设法为法国南部的地下组织 传递实物和信息 后来她直接买了一辆救护车 利用身份之变 先后帮助一千多名越狱潜逃的战俘 和盟军飞行员穿越法国边境 逃到西班牙 由于平凡行动 南希维克逐渐被德国纳粹锁定 但南希维克从会议成 利用自己的关系网 办理多张假身份证 凭借超凡的逃逸技能 多次躲过德国纳粹的追捕 德国纳粹恨得牙跟咬牙 却无计可施 全赏五百万法郎 抓捕南希维克 后来南希维克决定与丈夫离开法国 但由于两人目标太大 决定分开行动 但逃到英国没多久 南希维克变轻的丈夫不愿供出自己 被德国纳粹折磨致死的恶好 南希维克强忍悲痛 说服英国政府 让他接受更加专业的间谍训练 1944年 南希维克重返法国 率领组织成员袭击当地德军和摧毁武器装备 为诺曼底登陆虚弱德军战斗力 南希维克带领了成员 也从3000急剧增长到7000 二战结束后 南希维克获得美国 英国 法国和澳大利亚授予的数美国家级巡章 而且还被评为二战时大间谍 可属之不尽的荣誉 并未让南希维克生活变得美好 到了晚年 甚至了到到需要买荣誉巡章才能勉强度日 原来在二战结束后 南希维克返回半个祖国澳大利亚 可澳大利亚的做法却让南希维克含心 因为不是纯正的澳大利亚人 也没有作为澳大利亚军人参战 南希维克申请老兵被拒 而且在1949年和1966年 南希维克两次参加议员选举 也以失败告终 2001年 89岁高龄的南希维克离开澳大利亚 辗转来到英国伦敦 长期住在一家酒店 因为无力支付生活费用 只能含味以7.5万英镑的价格 将自己的荣誉兄章出售 英国王子查尔斯听闻此事 悄悄为其支付所有费用 2004年 澳大利亚政府为92岁高龄的南希维克 颁发最高荣誉奖章 南希维克说 没有爱的奖章是毫无价值的 2011年 99岁高龄的南希维克 在英国伦敦病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